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接種科興疫苗的有福療,都不是只是科興的,還有那些壞包裝服必泰,什麼都好啦,最近林鄭月娥就招來一個訊息, 相信,你們聽到的時候可能精神為之一震,不要震到精神病,他就說香港考慮為以接種疫苗的居民提供旅行的便利,我期望他口中的旅行就不是說從銅鑼灣去尖沙咀,有的,有些人去尖沙咀旅行的,又有天空之鏡看,雖然封了,但是去主教山,雖然好像拆了,還有什麼看呢,一定有東西看的, 香港地大物博,林鄭月娥說得這句,就不會是無的放齒的,放什麼齒?即是那些戰齒嘛,是不是? 即是男用的弓箭,和女用的弓箭又不同的,他們女用那些,即是免費這麼大的殺傷力,所以用那些,可能是沒有收口的那些戰,只是用來做練習的而已,簡稱沒有口齒,不是大陸那些是吧? 神州大地那些,什麼三支利戰啊?五個堅持啊!哇,真是很好學習啊! 而林鄭月娥說得出這句說話,香港考慮為以接種疫苗的人士,提供旅行便利,就不知是大便利啊,還是小便利啊,還是大小二便利? 可能他在說稀流動公廁而已,那事實上,你聽完就一定相信的啦,是不是? 人說你也很相信啦,我這些,一直堅信的,很簡單而已嘛,林鄭月娥啊,她可以說是香港裏面,最有口齒的特首之一,那都是只有四個特首而已,是不是? 最有口齒的特首呢?總共有四名,而她呢,是一個天主教,即是她說啦,梵蒂岡那些物體啦,即是就不知道會不會有憑小吃啊,那但是,她就在那裡說到啊,天主叫她選特首的嘛,就即是天主教徒啦,既然是這樣啊,她就一定不是佛教徒啦,這樣的話,即是斷古她吃東西的時候啊,太多素菜呢,她又不喜歡的,那我猜她又經常會怎樣啊?走素啦,即是不是很喜歡吃那些素菜,是吧? 那這個就是她提供到的誘因啦,就是開張支票過來,就說呢,準備,考慮,有可能,或者,不排除,就會為已接種的居民,提供更加多旅行的便利,鼓勵更加多人啦,接種的,前不出,早不出,現在才出,在復必泰那單東西奶了之後呢,被罰停賽啊,才出單這樣的東西來,那你說啦,接種了第一劑復必泰那班人啊,即是打喬珍珍那批呢,有啊,有些KOL 都跑去打了,嘩,我真的摸了嘴啊,還說自己有獨立分析能力,真是正啊 那那班人仔,現在呢,想去旅行的嘛,是不是? 即是,那個阿B講那些,大家好啊,安心出行 咦,加上他呢,就不要沒有了第一劑那個效力啦 即是第一劑效力,復必泰,你不繼續打下去的話,那就沒有了那個保護力的啦 那你是不是要接種第二劑呀?那他又未來,蘇伊士運河那邊又Block軌了,是不是? 那他空運來呀?這麼貴呀?未必的嘛,國運那些東西,是不是? 不是?復星負責的嘛!既然是這樣,啊,你會不會考慮第二次時候珍珍啊,用這個科興呢? 還是混在一起來做賴尿牛丸針呢?這個就好問題啦! 那麼林鄭月娥在這裡說的呢,就是,說一直積極地研究,在一定的數量的市民啊,接種了之後呢 就進一步地調整這個社交距離方面的放寬,即是哪些人最想你們去打這個疫苗呢? 打時候珍珍呢?當然就是那些,旅法局呀,旅行社呀,酒店業呀,主題公園呀,已經磨拳拆掌了喔! 那麼當然啦!除了這個業界呀,我們叫做業界! 那麼另外呢,一個業界,也當然鼓勵大家去打時候珍珍的,有兩方面 第一種,啊,就當然是,萬國殯儀館那些啦! 就是多些來密手,可以做多些生意嘛! 那麼,第二種呢,就當然是,賣保險那些啦! 加下,成黃成孔的時候,是不是好賣一點呀?那些保險? 同來都是兜售恐懼的嘛! 那些保險公司發達的地方呢,就是那些地方可能,你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呀! 那不知道會不會那些保險公司差到不賠錢? 這些經常出現的呀!就是說你那些什麼危疾嘛! 那然後,你的疾病很輕瘋,那就沒辦法賠,做手術的啦! 那都不叫危疾! 那些小手術而已!那些你都沒領過東西! 那當然,我都沒領過東西!大家為事! 那目前來講,香港的已接種人士,據聞,就是6.6%! 林鄭月娥就說,2月26號開始,總共呀!就有43萬人,接種了第一劑! 那但是要標靶式提供便利的話呢,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來的!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那些保護力呢,就只有6成而已! 那所以呀!所謂欺山,就莫欺水嘛! 那些傢伙接種員,大無私讓以為自己不會幻想的話呢! 就是最近跟你講呀!有個是復必泰的呀!已經! 他都中了招!那你到底是放寬啦!還是不放寬呢? 那當然啦!我們可以放下! 觀望下!之後的成效,再作出決定! 如果真是很有用的!那你就等一兩年! 那些傢伙沒有副作用各樣! 增值能力沒有問題! 那些神經線OK的! 那你到時可以考慮啦! 如果不是,你真是這年修心養性! 學一下技能!那就不要出街了嘛! 那就算啦!老實講! 沒有人包生仔的呀! 他還要免除了那些藥廠的責任! 就是到時你有什麼事呢? 是你自己的問題而已!你記住! 那當然啦! 有些人,雖千萬人! 不枉耳! 所以我經常覺得那些傢伙呢! 嘩! 比以前那些神風突擊隊呀! 人家神風突擊隊呀! 就是你一剎那的嘛! 你這些! 好像那天那個科興那個林先生那樣! 是不是呀! 做出表演給你看誰叫呸喵嘴呀! 抵你的屁! 那可能? 很像那些金魚素素呀! 正宗金魚老呀! 啊! 嘩,嘩,嘩嘩!嘩%,嘩嘩的! 嘩! 咦! 那些不是神風突擊隊唷! 這不是神風突擊隊呀! 一輩 啊! 大佬,有事的时候是否理会什么 说话要负责任啊,这方面,是不是? 我就是知道,你现在,全港,你那万多人 中了招,你都是只有二百多人 拉柴,还有,他现在也有四十几万人 接中了的时候,那些人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事 应该都是很麻烦那些人来的 所以才去接中,可能经常去旅行 又或者是经常要接触高危人士 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那些人一定是有必需才去接中的 例如那些中港货车司机 又或者要回去大陆搞工程 那你怎么都要急欲通关 甚至乎可能是基组人员 那他们是不是都至少要接中复必泰 这样的时候就不同说法了 但是你好人好者的,无尼拉废的 那真是理他都傻了 更何况你看到以色列,英国,美国 那些打潮针针那些人呢,胃都挺多 所以不排除,他们是会率先在全世界来说 首先通关先的 既然是他们都会首先通关 你是不需要惊怕的 很快他们那边,那个社交距离措施 那些人都会逐一放宽 到时你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的啦 就算你是隔离,都可能一次性啦 到时可能去那边,又搞一些working holiday 又读一下书呀,又搞一下visa 直接在那边,落地生根 那不是更好? 就不知,啊,干什么鬼事 有些人呢,急欲去旅行,我想他们 那些不去旅行呢,就会測孔流血而屎那些 哈哈,但又不似是呀,那个阿贝啊 Anyway,我就是觉得,以中央的心态来说 就只会是想万无一失的 现在内地的接种率都不是很高的,我想说 你想都想到啦,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就有这么大的需求 你说14亿人的市场,就有14亿人的疫苗需求 那你说14亿人打了多少了? 我问你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上到去,是会惹到人家全国省的 你说别人给不给你通关? 你说不是呀,我打了时候真真的了 有这个科兴的了 那当然啦,就见基于几样东西 他会决定放不放宽,给你去免通关进去的 那第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疫苗有多相信 如果坚信,确信的,那些省委书记 就自然会着一声就放宽了 不需要你们隔离啦 喂,但他们其实呢,比香港这头还严重 第二个因素啊 就是有没有钱收啦 即是你帮人自己想去神州旅行 想着自由行啊 但其实啊,人家无端端放宽 让你走进去的时候呢 是有那个成本在的 即是你有机会惹到全区的嘛 所以啊,不排除 所谓的疫苗便利措施啊 即是你可以旅行各样呢 回大陆探亲 说的都是啊 要付一定的金钱 你才可以走进去啊 而你看到的数目都很吊诡的 43万 即是你如果除150的话呢 那条数呢,就是2866 你再除365天呢 就大概是8年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说的,如果你打针的速率比较慢 每天呢,才150件 那你起码要打8年才打完 那意思呢 我没什么其他意思 但是啊 就很明显 有很多人 即是很趕急 希望他通关 那这些人呢 就绝对是 对这个内地 旅行等等事情啊 应该是有确切的需要的 你计一计条数已经知道了 那当然啦 你有些打伏必泰各样的那些呢 就另一个说法 也所以解释了为什么啊 你打科兴那些人呢 更多个伏必泰的啊 是不是厉害呢 就一个理程碑啦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